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陈老师 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来学习 步编版 五年级下策 综合性学习 遨游汉字王国 通过上一节课 我们的对于五份阅读材料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有趣的字迷 还认识了许多的 包括谐音的邂逅语 还读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么 我们通过上一节课 也提出了一些活动的建议 相信课下 各小组 根据自己的小组特点 已经开展了这些有趣的活动 我们开展这些活动的方法 可以是 制定小组 分派任务来进行详细的活动计划 我们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搜集有趣的汉字材料 比如说 可以上网 向别人请教 读书看报 去图书馆等等 好 同学们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各小组的活动成果 首先 我们来关注一个活动计划 想开展有趣的活动 必须要有详细的计划 那么 怎么样制定一份详细的活动计划呢 咱们来欣赏一个小组的 首先 我们看到 这个小组非常清楚的写出了 活动时间 地点 内容 过程和具体的分工 所以 在一份活动计划中 必须有着清楚的条项 咱们看活动时间 我们来写清楚你们小组的时间 然后 地点是一个同学的家里 内容是了解丰富而有趣的汉字 那么 他们的活动过程是什么呢 写得非常的详细 第一步 是搜集字迷 自己编写字迷 猜字迷 第二步 查找谐音的笑话和谐音的邂逅语 第三步 搜集有关汉字来历的资料 第四步 是交流活动心得 制成小报 我们看出 他们的活动过程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分工 我们看到 组长是王楠 搜集的资料 有 搜集资料的同学 编辑的同学 抄写的同学和 还有 画图的一些同学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在自己的小组中 要有这么非常清楚的分工 这样 大家团结合作 一定能制定出一份非常生动的活动小报 那有了详细的活动计划 咱们来看 一些活动的部分的展示 我们看到 这个小组展示的是字迷 我们看到 他们查找了非常多有趣的字迷 并且 还把谜底写在了后边 那么这些 就算是我们对于有趣的字迷的一个活动展示 我们再来看 有同学还查找了一些有谐音的古诗 道是无情 却有情 看到了有趣的吸音 有些同学还查找了同音词的故事 那么 这些呢 都是我们一部分的活动展示 相信同学们 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 再次感受到了汉字的有趣 好 同学们 那么这一节课 咱们走入第二大块的学习内容 第二大块的学习内容 主题是 我爱你 汉字 首先 我们来走入第一份阅读材料 第一份阅读材料 给咱们带来的是 汉字字体的演变 请同学们 自己先来记住自己的教材 来观察一下汉字的演变过程是什么 好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则材料中 是用表格的形式 给咱们展示了汉字的演变过程 它以日 月 车 马 这四个字为例子 表现了几千年来汉字的演变历程 从这个表格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我们汉字的发展是逐步的从象形字走向符号画 从笔画较多 走向笔画简单 使书写更加的快速 变解 我们可以看到 汉字从甲骨文 经文 小传 历书到楷书 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演变过程 我们可以概括出 汉字的演变过程 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主要五个阶段 那么它们分别是甲骨文 这是最早的文字形式 经文 传书 主要指的是小传 还有历书和楷书 好 请同学们在书上标出这五个阶段的名称 并把它多读几遍 好 同学们 我们了解了汉字的演变历程 下面我们看汉字在不同的阶段它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 我们可以借助图片 甲骨文是刻在硅甲或瘦骨上的文字 主要是商周时期使用 它具有早期汉字的特点 字形图画性比较强 字体也不固定 随意性比较大 可以说它好似是画在骨架上 或者是硅壳上的一幅图一样 一幅一幅图表示一个的字 咱们再来看一下经文 经文它又称同气名文 是注刻在同气上的文字 它是刻在同气 我们看主要是在商周时期使用 那么它的特点是线条比较粗壮 因为它是刻上去的 早期部分汉字 它的字形向心性 向心性还是比较强的 西中晚期之后 字形逐渐的比较规整化和美光化 我们知道经文是刻在过去的同气 这样的上面的一些文字 咱们再来看一下小传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片 借助图片 了解一下小传的特点 小传是我国在战国时期 使得一个秦国文字发展而来的 那么秦我们知道统一全国之后 它把文字也规定了一个统一文字 那么小传字形非常的稳定 不像原来前面说的甲骨文 那么随意性 那么线条比较远转粗细基本一致 象形意义不明显 今天的书法作品 特别是印章中 仍然使用这种字体 我们可以借助图片来了解一下 这是小传它的一些特点 咱们再来看一下隶书 我们来发现这些是隶书 它形成于我们战国的晚清 通行于两汉 它将隶书远转的这个线条 它将小传 传书远转的线条 改为直笔或者方笔 象形意味已基本消失 笔画非常的简化了 书写也方便 那么汉字的点、横、撇、纳 这些基本的笔画已经形成 成为汉字发展史上古今文字的分水力 可以说从隶书开始 我们的汉字基本上可以说是稳定下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凯书的特点 凯书是魏晋时期有的 那么凯它的意思就是非常规矩 凯模的意思 那凯书自行方整 笔画规整平直 笔、立书更加方便于书写和认读 进入南北朝之后 凯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字体 一直通行到至今 可以说我们现在写的就是凯书 也叫正凯 通过刚才我们具体的走入每个汉 不同时期的汉字的特点 我们可以感受到汉字的发展 它逐步的是从象形字 走向了符号画 从笔画多走向了笔画简单 那么这样的发展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书写更加的快速和便捷 好 同学们了解过 把汉字的发展特点这样的一个过程 下面我们走入第二份阅读材料 就是甲骨文的发现 首先请同学们自己来读一读第二份阅读材料 好 同学们 读完了第二份阅读材料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材料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 甲骨文的发现历程 我们知道 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我们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 在田间劳作时 经常发现带有刻痕的一些 硅甲兽骨 当时并没有在意 那么直到1899年 这些硅甲和兽骨上的一些刻痕 引起了清朝的国子建筑馆 王毅荣的注意 他认为 龙甲 龙骨上的刻痕是一种比 历书更早的文字 他认为 龙骨上的这些刻痕是一种比 转书更早的文字 后来人们把这种文字 就称为甲骨文 我们可以看到 甲骨文 可以说是我国 是发现的 文字中 时代最早 体系较为完整的汉字 那么甲骨文 在写法上虽然大小不一 错综变化 但是已经具有了对称和稳定的格局 可以说它是我们最早的文字形式 好 同学们了解了甲骨文的发现 下面我们一同走入第三份阅读材料 第三份阅读材料 是让我们来欣资 是让我们来欣资几幅书 那么了解一下汉字文化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 我们看到这是在南朝智永的凯书 他的签字文的一部分 第二幅图是唐代怀素草书签字文的一部分 第三幅是明代文征明代文征明 他的行书签字文的一部分 所以同学们我们看到 这三幅文化书法作品都是写的签字文 但是我们来感受一下 他们的书法各具特色 那么这就是书法艺术 你能来说一说 他们的字体有什么不同吗 可以先试着自己来发现一下 我们看这三幅作品都是签字文 那么分别是智永的凯书 怀素的草书和文征明的行书 那么这种字体有什么特点呢 咱们先来看第一幅图 是智永的凯书 我们来了解一下智永和尚 他是南朝人 本名叫做王法吉 字是智永 书圣王羲之 他的七代世孙 是王羲之之五子王辉之的后代 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对后世书法影响非常的深远 他传永字八法 为后代凯书立下了典范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签字文 他所连的签字文有800多份 被广为分发 影响呢远及日本 即使到现在 仍然是书法学习的经典教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智永在凯书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第二幅书法作品介绍的是 怀宿的草书 我们来了解一下怀宿 他俗性是前、字、藏真 永州人、唐代的书法家 他以狂草名士 所以历史上称他为草圣 就是且在写草书方面 可以说是自称一体 他自幼卷出家为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唐朝的书法作品中影响很深 他可以说是中国草书史上的一座高峰 他的字 可以说我们可以感受他的特点是 笔法受尽 非动自然 好像是咒语玄风 随手万变 那么书法非常的率真 随意 而且非常的飘逸 千变万化 法度俱备 所以说 在书法作品历史中 怀宿的草书 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幅作品是 文征明的行书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书法家 文征明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 他也是一位画家和诗人 他的书法成绩斐然 他的书法是典型的江南文人的书风 小凯非常的工整 透着一股清淡的气息 那行书呢 点画结构都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缺 相传 他发愤练字 写签字文 一天都能写上十本 所以同学们 我们看 这些伟大的书法家 都是勤奋而形成的 好同学们 下面老师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课外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书法作品中 又被诗人称为凯书四大家的 那我们知道 这四位是对书法历史上以凯书著称的四位书法家的合称 也称四大凯书 他们分别是谁呢 第一位是唐朝的欧阳荀 后人称他的书法为欧体 唐朝的颜真卿称为颜体 还有唐朝的柳公权称为流体 还有元朝的赵孟甫称为赵体 那这被称为四大凯书 同学们可以把这些有趣的知识积累在自己的书上 那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四大书法家 欧阳荀 可以说是凯书法度严谨 比例显俊 称为唐人凯书第一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作品特点 颜真卿 他的字可以说是端庄雄伟 气势开度 是称颜体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书法特点 柳公权 凯书是轻贱求尽 解体严谨 笔法精妙 笔力挺拔 事称流体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书法作品代表 赵孟甲 他的楷书比较圆 清秀 端正严谨 所以后人称他为赵体 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他的作品 在宋代 也有四大书法家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分别是苏氏 黄庭剑 米福 和菜香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四大书法家的作品 请同学们自己来欣赏一下 好 同学们 这一节课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书法作品 那么怎样来欣赏书法作品呢 老师告诉大家 第一 我们要欣赏内容 欣赏书法作品 既要对作品的宏观有一个把握 又要有细微的观察 体会作品点画解体 章法的向心和功力 以及诗成流派风格 更重要的是通过作品感受到书法的精气 精神气质和格调风韵 我们欣赏书法的方法 可以远观 感受整体美 也可以近看 看字的点画结构 感受书法作品的形质美 我们还可以进行分析判断 反复体验作品的风格线条内涵 以及它的神采意境 节奏 构成等等 一系列的抽象的一种感觉 我们还可以体会字的结构造型 重心稳健 富有变化的优美程度 注意观察 每个字的长短 肥瘦 宽窄 大小 疏密 比较同一个字的 不同的形态变化 好 同学们 我们来学习这些 欣赏书法作品的方法 就能够帮助我们 去提高我们对于书法的 鉴赏水平 并且从中获益 来写好我们的字 相信 只要我们能掌握其中的方法 也能提高我们的书写水平 那第二节课 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